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的程式在這邊 其實基本上架構 可能慢慢都要習慣一下 反正以後寫程式就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面 那一支VBA程式的話就是一個SUB 後面加一個名稱 大概這樣的架構 然後一定會有頭有尾 尾巴就在SUB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寫一支程式 叫一個按鈕 叫手機底線公式的話 你有幾個方法寫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再繼續寫在這個的下面 OK 方法一 那方法二你說 老師我不想要寫在一起 我可不可以另外獨立 可以 你可以再按右鍵 再插入另外模組 有沒有發現本來有module一對不對 module二就出來了 你也可以寫在這邊 把它分開來 你兩個方法都可以 哪一個OK呢 看你自己習慣 你說老師 可是我如果插入module二 我這個不要的話 沒有按右鍵 這邊有移除 你可以把它移除 要不要會議處不要 這樣就不見了 就回來了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反正以後寫VBA就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面的SUB OK 大概是這樣子 你先寫這個就OK了 其他先不要寫 所以如果你用RGBT 他一寫出來就是SUB 那以後你說 老師他寫出來的程式我要怎麼用 很簡單 你把它複製貼到模組裡面 就可以執行了 你也可以把它變按鈕 也可以直接執行 都沒有問題 不要說連CharGBT幫你寫出來的程式 你都不會用 那等於你還是不會 OK 所以至少人家給你的程式 或者你Google查一下 有什麼哪些 你也可以貼上 你也可以work 至少基本上你要會用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還要寫 寫在哪裡比較好 我的習慣是分開 所以我也許我另外再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接下來我就寫在這裡 那第一次程式 特別是 那我的習慣是把VBA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怎麼縮小 因為浮在上面 我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那比如說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寫一個程式 那個程式也許就放module2裡面 當然未來如果你那個module數字不對 你說老師我的是module3 module4 比如說module4 那怎麼辦 我要跟你一樣 沒關係 底下不是有個名稱 name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名稱 然後按個enter 上面名稱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變了 不過這個名稱不重要 你也可以改一下 名稱 ok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來開始寫 所以寫一個sub名稱 所以我要怎麼寫 一 先插入一個模組 二的話 請你在它的右邊空白處 跟它講你要寫的程式 的名稱叫什麼 這個名稱可以用英文的 也可以用中文的 那開頭一定要叫sub 比如說我希望寫一個程式 叫手機的那個 假設名稱 這個我想給它名稱叫手機 然後因為我要輸出的是公式 所以我就加一個underline 記得喔 是underline 不是減喔 寫程式它不能用減喔 你在程式裡面的符號 最安全的其實只有underline 其他不要用 空白也不要用 之前有同學 你打空白也不行 簡化也不行 一定要底線 ok 所以啦 程式裡面最安全 就underline 其他符號都不要用 然後呢底線 比如我這個公式是希望 它可以幫我輸出那個公式 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好那我就打一個這樣的一個名稱好了 有點重慘 不過你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我不要底線 可不可以啦 你如果這樣ok啦 只是我的習慣是加一個underline ok 然後呢打完這樣ok之後 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enter的好處是說 它會自己幫你加這個東西 有沒有 當然enter比較快 ok 那如果你不想要它幫你加 你自己加也ok 小瓜符加entersub 那程式寫在哪裡 它其實就是寫在這個的中間 那一般的話呢 寫程式大部分呢 都會先做一個縮排的動作 所以按個TAB鍵 按個TAB鍵的話呢 就是表示我要開始寫程式囉 從這邊開始 那最好寫程式將來要養成一個習慣 要有階層的概念 一階一階的 這樣看程式會比較有一個結構性 ok 當然你不加也可以啦 只是看得很辛苦而已 好那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輸出一個公式到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首先的話你要先知道說呢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叫什麼 那前面的話我們錄製去期 其實我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要指向這個 這個地方 的儲存格大概有兩個方法 一個叫range 一個叫cell ok cell可能要加s cell就是儲存格 那所以這裡的話我是建議用cell 那所以你開頭就要打一個cell 一定要加s 一定要加s 然後刮斧 刮斧它會跳出什麼 你raw index 哪一列 raw是列的 哪一列啊 第二列 豆點 所以其實就是要給坐標 你那個儲存格在哪個坐標 那後面是color index color index有兩種敘述方 你可以給數字 就是第幾欄 1欄再第5欄 所以你輸入5ok 可是呢 輸入5有點不好理解 所以我的習慣 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用這樣的方式 1欄 但是1的話 記得前後要加雙以後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你也可以給數這樣一個方法 那後面的話呢 加一個等號 等號是要輸入什麼東西 那輸入什麼東西 我先 因為我要公式嘛 公式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請你加雙以後 好先打到這裡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呢 把後面的東西 輸入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我寫這一段程式 是跟他講說 我要把後面東西 幫我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儲存格指的就是它 所以將來你會在這邊看到結果 那目前沒有輸入嘛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 把那個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貼怎麼貼 先特別注意喔 這沒有 先把它產生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 記得按取消 否則你切不到Visual Basic 先取消一下 然後呢 再到哪裡呢 再到這邊把它貼上 不過呢 你貼上之前 可能要注意一個地方 很重要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輸出公式到儲存格的時候 因為這個公式本身已經有雙引號了 然後呢 在VPA裡面的雙引號也有別的用途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一串貼過來的話 會造成說它會看不懂說 裡面怎麼這麼多雙引號 我看不懂 所以這個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記的一個規則 就是說如果你的公式裡面 假如有雙引號的話 那建議要把它變成兩個雙引號 以四區隔 所以你要貼上去之前 記得啦 貼上之後也可以啦 貼上之後再改也OK 或者是說呢 有個方法 我習慣是什麼 貼之前先把它改成兩個 那以前 因為這邊很多個嘛 一個兩個 三四五六七八 哇 九十 十個 沒有你要加十個雙引號 那 最保險的方法 我習慣用取代的 所以 假如我個人的習慣 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就是把它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然後呢 記事本在這個 負主應用程式裡面有一個記事本 或者你找那個 握的也可以啦 然後把剛剛那個公式貼上之後 然後用一個很簡單的功能 叫取代 取代的話就是把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 這樣OK了 然後按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好 取代一次 這樣就OK 你會發現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再來就把這一串 利用記事本取代完之後 再複製嘛 你再怎麼樣 再把它貼到我們這個公式的雙引號裡面 就不會出問題 如果你沒有取代的話 你假設移開 你會發現就出錯了 如果你取代完之後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我沒有取代 我直接貼 它會出現什麼問題 它會出現說 你這樣貼上 這沒有 它會出現說 它看不懂 因為它這個頭 尾巴在後面 可是中間又多了這個雙引號 它以為這個是VBA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會有混亂 如果假設你不用取代的話 你變成說你要自己一個慢慢改 一個慢慢改 它安慰時間的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怎麼樣 就直接取代完之後再貼 再來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切到剛剛的工作表 然後如果要執行這個結果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然後上面有個執行 也就是說 你游標放在這一行程式上面 那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就找到上面有一個 類似一個綠色的Play 綠色把它按下去 那程式就被執行 它就會把這一段公式 幫你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你會在這邊看到 所以我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看到 它實際上 就是把這一段放到這裡 那這裡是指哪裡 這裡就指這裡 就OK了嘛 但是目前的話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它是把公式放進去 那因為它知道是一串公式 所以它會幫你執行這個結果 產生最後的看到手機號碼 OK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底下還有很多資料 有多少資料 因為好像編號一到100號 所以理論上要執行100次 那怎麼辦呢 那你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下一個程式的話 你說其實 應該會想到 Ctrl-C有沒有 把這一行Ctrl-C 然後如果你把它Ctrl-V貼到下一行 只要把 這個是變成第三列對不對 那依然不變嘛 所以你把它改成3 但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再執行 下面又多一個 可是結果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這邊要改什麼 F3 有沒有 這邊要改F3 這邊要改F3 下一個對不對 執行看看 有了耶 有沒有 09 28 028 0 043 那你想說 老師那下一個怎麼辦 Enter一下 然後呢 再把它複製 再貼嗎 總共如果你要100個 你必須要貼100行 所以等一下 我們會需要多學習一個東西 在程式裡面叫回圈 回圈就是重複做什麼事 那這個回圈是電腦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電腦最喜歡重複做 你跟他講1000萬次 他1000萬次重複給你看 而且瞬間馬上完成 但是人就不喜歡 誰會喜歡一直重複 叫你做個10次你就累了 有沒有 叫你貼100次我看你應該累了 那如果我要把剛剛這段程式 加一個回圈上去的話 那應該怎麼寫 所以第一個步驟 請各位先做到這裡好了 反正呢 就是可以先輸出一格就好了 底下這個其實可以不用做 我只是撕一個格 因為將來你也不用笨笨的 自己在那邊貼好幾行 再來就是要學會 如何寫一個回圈 讓他可以重複幫你完成 剛剛這件事情 那這裡的話其實 主要就是說 你會發現他有個規則性 他這個是2 這邊也是都2對不對 然後這邊變3 所以其實你只要增加一個回圈 那個回圈範圍你告訴他 for i 等於第二到101 然後請你把那個i的變數 放到我指定的這個位置 並且做一樣的事情 他就會幫你重複做了 只是要怎麼寫 很重要 回圈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程式你不會寫回圈 那等於你不會寫程式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剛剛這個sub先寫出來 記得你可以把它放在一樣的模組下方 你可以寫在這裡 你可以寫在這個module2裡面 都可以 我是另外增加一個模組 把它分開來 試一下吧 待會我們再來看 回圈加上去 所以這個公式就寫完了 所以今天重點就是 學會自己寫一個簡單的sub 第二個的話 了解怎麼樣把公式 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 第三個就是讓它 可以在某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重複執行 OK 所以如果說這個電腦的優勢在哪裡 就是你最不喜歡做的事 他最喜歡 而且你晚上要睡覺 你要睡覺 他要不要睡覺 他不用睡覺 也就是你開著 你電腦 很多人其實電腦 晚上應該都關機了吧 有沒有 而且現在有所謂的serv serv是24小時service的 所以電腦的優勢顯而易見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 你可以好好休息的話 很多事情都交給serv就好了 交給電腦去幫你處理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以後你希望你工作 至少有效率又輕鬆的話 一定要學會如何利用電腦幫你做事情 因為你只要電腦數量夠多的話 哇它不得了 它真的就serv 而且一台電腦 可以執行非常多的動作 等於你請了一堆人 幫你做一堆事情 但前提做事情這件事 其實還要城市來完成 所以為什麼城市設計這件事情那麼重要 因為未來的世界少只化 而且人工貴 那現在人工貴 像物價上漲第一個面到最大 就是要加薪 有沒有 現在大家考慮說金工要不要加 理論應該一定要加 如果你不加的話 那會不會有人說通膨 大家領到薪水其實會嚴重的不夠 OK 所以我想應該軍工價一定會 加多少比較合理 我看一下物價應該已經 至少增加10%吧 尤其那個雞蛋 所以理論上加薪我想 而且之後應該每年都要 假扮的話應該沒辦法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就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所以以後企業會想說 那我一定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減少人力 然後又可以提高效率 一舉兩得 這就是最好的解方 OK 那你如果具備有企業需要的這種專業技能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不熱門 對不對 OK 所以請貴還是多多的先試試看好了 那你說要學多少才會熱門 我覺得這沒有上限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其實可以多多了解 試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再來寫一個回圈 所以剛剛的動作記得 把公式可以貼到機制本取代貼回來 不過這個動作可能就是要多練習一下